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Aran哥 欢迎再次回到来 That's not my neighbor 这不是我的邻居 那么,如果你们有看我上一个影片的话 其实我已经把这个游戏完美通关了一次 为什么我会再次回来这款游戏呢? 是因为我不想让某些人认为我是运气好 才把这个游戏给完美通关的 我会再证明给你们看 我做到第一次 我就会做到第二次的 那么,第二个理由我回来这款游戏是因为 我还想看一下有什么 我是没有看过的啦 因为那一些假人啊 可能还有一些假人我是没看过的呢 如果你还没有看我上一个影片的话 记得先去看一下 那么,就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很可惜哦 这款游戏它没有其他的模式 因为它还没有做出来 只有一个模式罢了 所以啊,也没有得尝试其他模式了 暂时 要等到这个游戏以后再出其他模式 我会再去挑战的 好了,你的废话我不需要听了 我不是新的员工 我是个超级专业的门位了 OK 诶诶,你好哦 无论如何 好的,这个学妹看起来是正常的 我住在这里哦 无论如何我出门去上学了 OK 它的身份证没有过期 没有过期 然后还有这个印记也要注意啦 因为我在上一次有失败过一次哦 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印记 这个印记有时候会消失的 所以要小心 不用紧啦 我已经是专业的了 不可能难到我的 看一下他住在二楼的 OK 他的那些特征 然后他是学生 都是对的 我也看一下他的 身份证号码吧 还有名字 因为我要完美通关的话 要超级认真的 我相信名字很少会有改变的吧 就算那个名字会有改变哦 他也会是那种非常明显的 就是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名字的 OK 身份证号码我连一次都没看过会变的啦 应该是不会变的 不过我还是会注意一下啦 好的 他什么问题都没有 OK 请进 我不觉得我会错这个第一个 完美的 OK 又来一个看起来是正常的 他没有说他做什么工作耶 他只是说他是 居民住在这里 我讨厌这种耶 因为他不说他做什么工作啊 就有可能他是假的 嗯 嗯 等一下啊 我好像看到有什么不对劲了 我还是不太确定 OK 他的名字 我发现有什么不对的 你们看到他脸上的这个字吗 在左边的 可是看我这边的文件哦 他是应该在右边的 你们看到这个名字吗 因为他是双胞胎嘛 他很容易让我们混乱 所以我特别注意这个的 他的字是在 右边的 OK 他的名字是这个嘛 你可以看到 一字头的 这个名字来的 他的字不应该在左边的 在左边的是他另一个爽胞胎 所以我要问一下他的外表 我的外表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的外表一切友好 你骗不到我的滚吧 谢谢 家人 家人 嗯 超级大的下爬啊 大叔 很好啊 嗯 OK 他是坐鞋子的 身份证没有过期 他住在三楼 欸 欸 欸 没有这个人呢 他说他住在这个F0302吧 我有看错吗 没有啊 F0302吧 302啊 他不在耶 没有他耶 我的名单 这玩意 不用紧 我打个电话去问一下 这个4122 看看什么情况先 因为不要那么快 就下决定嘛 打电话过去看一下 看这一家 他说什么 没有人听电话 哦 这就糟糕了 OK 我问一下啊 他的 入场申请不对 我的入场申请 我觉得我的入场申请 没有任何问题啊 的确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你的公寓什么 F0302没有你啊 OK 这个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罢了 说实话 他是全部都OK的 可是他不在我的文件里面 他根本都不在这个三楼里面 好不好 所以 你不应该是这里的住民了 滚 OK 来了这个最帅的先生 他是记者 这个对的 因为我记得他是做记者 身份证没有过期 印记也有 看一下他的特征对不对先 嗯 他是一个人住的呀这个 哎 我已经看到有什么不对了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他的脸上是没有那个字的 这个字 什么来的 你看 没有的 甚至他的外貌的特征 这边也有写着 没有那个字的 OK 我问一下他 哇 这些 小小的变化啊 真的是啊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废话 我知道你的文件 跟你的样貌是对的 可是你不符合我这边的文件了先生 所以给我滚 谢谢 我不想浪费时间的滚 呃 老爷子啊 你知道吗 我第一眼看你哦 我就已经知道问题了 又是这个字 我已经玩过这个游戏几轮了 我很记得哦 你是没有这个字 OK 我随便看一下吧 你们看到了吗 他是没有那个字的 为什么这一次的 这个人哦 每个都是因为那个字的呢 啊 这个小小的东西 不需要看啊 你走吧 你 哦 又是你啊 双胞胎 嗯 这一次的倒是对的 OK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名字是这个E字头的 然后他的字在右手边的 OK 他的特征是对的 名字也是对的 名字也是对的 他的申请也是对的 住在一楼 门牌 4号也是对的 嗯 没有过期 有印记 OK 再看多一下他的名字 名字是对的 我的身份证号码也看一下 身份证号码也对 特征也对 他所有东西都对啊 这个 可以啦 走吧你 不需要那么多废话 因为刚刚我已经抓过一次他的假人了 应该不会来两次的 嗯 OK 你好 这个先生是第一次见的 物理学工作 他的名字 好像不对哦 我记得他的名字不是这样的哦 什么Dr.W 我看一下啊 诶 他的名字的确是这样的 OK 我还以为他的名字那么奇怪的 OK 有印记 没有过期 名字对的 也有印记 他的特征 全部都对 剩下的是那个身份证号码罢了 身份证号码也对 物理学工作也对 外贸对 全部都对 这个 真的是全部都对 不过我还是要做一个保险 我打电话过去看一下 因为有时候打电话过去哦 他的老婆会接电话说 他们都在家 那你就知道他是假人来的 所以啊 做最后的保险 打个电话过去看一下 他有没有在家的 诶 他的老婆接电话了 我的未吩咐不在家 OK 所以全部都对了 他的确是不在家的 你可以走了 我都忘记看今天的名单哦 哈哈 嗯 不过不用紧啊 OK老爷子 他从购物回来了 差一点点就过期了 他的身份证 可是没有过期 对 OK也有印记 退休了 带胡子 大鼻子 有山羊胡抽烟 总是带帽子 好 OK 他的样貌全部都对 名字 也是对 身份证号码随便看一下 嗯 嗯 嗯 OK 身份证号码也对 也有在今天的名单 嗯 嗯 嗯 全部都对了 还是一样呢 打个电话过去看一下他有没有在家的 4242 看他的儿子接不接电话 啊他的儿子接电话的 哈喽 我父亲不在家 OK 这就是我需要知道的了 所以他全部都对 他也没有在家 走吧 OK 这个卖牛奶的 他在名单的 OK 牛奶配送员 这个是对的 因为他的帽子都写着他是做牛奶的 就是做牛奶工作的 身份证没有过期有印记 有印记 看一下他的特征 他是一个人住的 所以没有人打电话过去的 这个 长鼻子 细下巴 疲倦的眼睛 短发 戴帽子 全部都对啊 啊 名字也是对的 身份证号码 随便看 身份证号码也对 他写他的工作也对 OK 他也有在名单 所以他全部都对啊 走吧 差不多了吧 应该要结束了 还差多少个 还差多少个 小姐你的眼睛 你是从哪一个星球过来的啊 我玩一下 我的外貌 我修改了他们以方便看得更清楚 你在哪一个星球可以修改眼睛的 你可以介绍一下我吗 我也想修改一下 滚了 谢谢 谢谢 这么明显就别来了呀 你这些外星人太失败了 想要装人类装成这样也装得太失败了吧 嗯 这个先生你是来过的 他没有在今天的名单 问一下他先 我不在今天的名单是因为工作紧急 又是这一句啊 我听到都闲了啊这一句 OK 不用急 上一次我没放他进去的哦 对啊我记得上一次我没放他进去 是因为他有什么不对的 啊我记起来了 上一次我没放他进去是因为他 他写他住在三楼的 这一次他写他住在一楼的 那么很大可能呢这个是真人来的 因为我已经抓过一次他的假人了 不过还是要看一下啦 他的特征 全部都对啊他的特征 这样一看就知道没什么错的 他的名字 名字也是对的 身份证号码 诶 哇我差点没有看见哦 他的身份证没有热奇哦 我差点又放他进去了这个 有点太自信了 我的身份证 我觉得我的身份证没有什么问题 是吗 你的热奇都没有啊你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没有热奇的身份证给我滚 谢谢 这边是很严格的 你只要有任何的问题 小小的问题都不给你进去的 OK 结束了 来看一下那个分数 应该不可能失败吧 不获得的假人 六个 邻居被杀 零个 你允许的假人 零个 谁在是最厉害的 我就跟你们说过了 我做到第一次我就会做到第二次了 OK 现在我的确做到了 那么我看还有时间 不如这样吧 我再挑战多一次 我再拿多一次S的分数给你们看 证明我是真的有实力的 来吧 哎呀不要跟我废话啦 这一次名单特别多人一下哦 难度可能会比较高了 OK双胞胎来了 他是没有在名单的 我先问一下他了 你不是在今天的名单上吗 一定是错误 没有错误啊你不在啊 你不在啊 OK 他没有给我理由 那么他很大可能是有问题的了 他没有给我理由耶 你知道吗 这一种呢我就不知道要不要放进去 因为他不在名单里面 OK 他没有给我理由 然后 他的东西都是对的 所以我不知道要不要放他进去哦 他的名字对了 那些都全部都对了 他的特征全部都对了 一眼就看完了 这样啊 我打电话过去问一下他在不在家先 6996 OK 我姐姐不在家 这样啊 他的确是不在家的 他的确不在家 然后他所有的东西都对 他只是不在今天的名单罢的 这样的话我是可以放他进去的 如果我不放的话 很大可能他会死掉了 因为他全部都对了 因为他全部都对了 算了吧 你走吧你 你走吧 我原谅他他不在今天的名单 哦 哎哟我的妈你的名 嗨 问一下他的外表 你的嘴巴大到你都说不出话来了吗 走啦 不要来烦我 这么明显的就太轻松了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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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先生 你这个头发留的有点太长了吧 我的外貌有什么问题 仔细看看我文件上的照片 你自己看 太好意思叫我看他的文件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啦 你的文件是这样的呀 你的脸都看不到了拜托啦 拜托啦 好烂啊这个外星人 你想要装你也不是这样装的吧 嗯 大嫂 大嫂有在名单的 他住二楼的 他住在二楼的第三个公寓 没有过期 有音机 二楼 的确是有这个人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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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特证都对的 OK 特证都对 名字都对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也对 也有在今天的名单 也有在今天的名单 我问一下他的入场申请 对 我的入场申请 我觉得我的入场申请没有什么问题 的确是没有问题啦 只是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原因 为什么他出去啊什么的 这个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什么都对啊 可以啦你走啊你 下一位 哎又是你啊先生 先生有在名单 不过你没有给我身份证 OK你忘记了我原谅你 身份证没有过期 有印记 OK 什么我的公寓是一楼的二号 看一下 的确是在这边的 他的特证 看起来全部都对啦 全部都对啦 他的名字也是对的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也对 也有在名单 他全部都OK 可是我还是打个电话去问 他有没有在家 一房万一 OK他的儿子接电话了 我的兄弟不在家 OK不是他儿子来的 是他兄弟来的 这样的话他全部都对啦 因为他也不在家 他的文件全部都对 外贸也对 也有在名单 走吧 老爷子 你少了一样东西 你的眼镜不见了 OK 连你的身份证都有戴那个眼镜的 你看 不过这一种情况哦 我是可以打电话去问的 或者我可以问一下他 哦 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差点 我差点就搞定了 我差点就能尝到你的肉了 非常的好啊 你给我滚吧你 很可惜你失败了 啊哈你尝不到我的肉了 哈哈哈 他露出真面目了 他忍受不了了 哈哈 下一位 这位女士没有在今天的名单哦 我问一下为什么不在 你又是这一句啊 说什么自己肯定在名单里没有在啊 哦 这样啊 嗯 OK 已经看到有什么不对劲了 他的脸是有斑的 你们看到了吗 他的脸太干净了 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边也有写着他的特征 是有斑的 这个照片也看到了 这样的话你不需要给我废话了 你可以走了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反正你骗不到我的 哦 先生也是没在今天的名单 我问一下他 你又是这一句啊 每次都说一定是个错误 我应该在名单上的 没有啦 没有就是没有啦 真是的 OK 看一下他的特征先 全部都对啊 他的特征是对的 住在三楼一号也是对的 没有过期有印记名字也是对的 身份证号码看一下 身份证号码看一下 身份证号码也对 那么最后我要做的还是一样呢 要打个电话过去问一下他在不在家了 1425 OK 他的未分期接电话了 我的未分服不在家 那么他很大可能是真人的 虽然他没有在今天的名单上 OK 因为他真的没有问题 我再问多一次他的名单 他还是说同样的话 他只是不在今天的名单而已 OK OK 全部都没问题的 我是有一点点担心啦 像这一种不在今天的名单上 放进去有点危险的 不过他的确是没有问题啦 算了吧 你走吧你 走吧 嗯 大嫂有在名单 我是这栋楼的居民 我去拜访我的母亲 你的母亲 你这些话我就有点不相信了 你说什么母亲 他是跟他老公住的 为什么他说他去拜访母亲呢 对你的入场申请有点古怪 我不明白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他去拜访他的母亲 现在回来是吗 如果是这样就对了 看一下他的特征 他的特征全部都对 名字都对 名字都对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都对 没有过期 有印记 他也有在名单 这样的话只需要打电话过去问一下他在不在家的 嗯 他老公接电话了 我的妻子不在家 好的 这样的话我要知道的已经足够了你走吧 嗯 这个先生有在名单上的你给少我一样东西了 对对对你忘记了你总是忘记了 我出门去上班我是一名企业家 没有过期 有印记 他住在一楼的 他是一个人住了这种就没有的打电话过去了 长脖子带帽子牛虎子小眼睛 嗯 嗯 嗯 的确全部都对了这个 嗯 嗯 看一下他的名字啊 嗯 名字也是对了 身份证号码 嗯 身份证号码也对 他也有在今天的名单 目前为止他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过我还是要打电话过去 因为呃如果有人接电话的话 就证明他是在家的 那么眼前的这个就可能是假人的 5513 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就知道了 OK没有人接电话 啊这就证明了他是不在家的 你走吧没有问题啦 OK大叔有在名单的看一下 他住在二楼的一号 身份证没有过期也有印记 二楼的一号他的特征 看起来全部都对了 看一下身份证号码先拿 身份证号码也对了 也有在今天的名单 所以他全部都对了 还是一样咯 打个电话过去问一下他在不在家 5123 OK他老婆接电话了 我丈夫不在家 这就是我需要知道的了 好的你没有问题啊走吧 OK这个女生有在名单 出门上班的是一名厨师 有印记 二楼四号 没有过期有印记 看一下二楼四号 的确是有这个人的 右眼蓝色 左眼绿色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右眼蓝色 左眼绿色 这个也是对的 全法 有班 圆年 这都对 名字都对 看一下他的身份证号码吧 身份证号码也对 剩下要做的就是打个电话过去先 我感觉自己超级专业 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变得那么专业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 骗过我的眼睛而已 哈喽你好 我妈妈不在家 好的 这样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了 他的确是不在家的 全部都对了 也有在名单 走吧 OK 这个先生你刚刚已经来过了 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他刚刚来过了的 如果他没有问题 就是上一个有问题了 他没有那个印记 我已经看到了 OK 来问一下 我的入场请求 我觉得我的入场请求没有问题啊 是吗 那你滚吧 因为我看到问题了 你说没有问题 你骗不了我的 啊这个 你是在用两个嘴巴跟我说话吗 再见 你都不需要说那么多了 直接走开 哦 哇 哇 先生 你的头是做了什么手术来啊 你 你的头看起来要爆炸了呀 喂 我问一下他的外表 我的外帽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起来还是一样的帅气 的确是很帅气啊 你可以走了 拜拜 你太帅了 我不能让你进去啊 好不好 这样说你满意了吗 哈哈哈 OK 这个英俊的先生有在名单的 他是一名记者 也有印记 身份就没有过去 有印记 他住二楼 一个人住的先生 他的特征全部都对啦 他也是一名记者也是对 看一下名字也是对 看一下身份证号码 也是对的 也有在名单 所以他全部都对 我要打个电话过去看他有没有在家 OK他没有在家啦 没有人听电话 很好啊 这样的话 是没有问题了 他也是个记者啊 全部都对啊 的确是的 你可以走了先生 慢走 OK来看一下有没有失败 不过的假人7个 邻居被杀0个 你允许的假人0个 我就是超级门位啊 我已经证明给大家看了 无论玩多少次我都可以拿到最高的 级别 级别 佩服我吧 佩服我吧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真的是啊 OK 那么就期待这个游戏会出更加 多的模式吧 目前 就只能这样了 好的 那么还是一样 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 点个订阅 不要再等了好吗 大大力的点下去吧 特别是如果你看这个影片看到最后的话 麻烦点个赞啦 真的会帮到这个频道的 谢谢你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